好,那同學們,我們今天首先先來複習一下昨天學過的, 那我們剛才稍微也是review了一點點昨天學的how to express days of week and date,so,接下來我們要先聽我講關於我的一個朋友, 大家請看,請聽我介紹我的一位朋友,看,這是我的朋友, 這是我的朋友,他的名字叫米歇爾奧巴馬,然後他的生日是1964年1月17號,他今年51歲, 好,那他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都在工作,星期二下午呢,他有中文課, 今天上午呢,他喜歡打球,今天他去中國了,他很忙,好,那大家聽了我的介紹, 好,對我的這位朋友都有點熟悉了吧,所以接下來,so, 請你們先準備一分鐘,一到兩分鐘,然後我請大家share up, 好嗎? 好嗎? 解釋跟好嗎? OK 大家可以再看一面,看到大家記不記得,記不記得就是他的生日,他今年51歲, 他这么多天都在工作,他还有中文课,看他什么时候是上中文课,星期二下午,星期天上午他打球, 然后他今天该怎么去呢?记一下,好,就这么几个星星。 所以大家记得要问问题,问问题, ?因为 asking questions is important, research is important, or if we want to choose any frame, �� gibt我们 organiz的访问问题。 对set十三个星期直到某个学生, 天地下り вы must同时 , 我和8星期夜有什么关系,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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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